欢迎来到《不倒涌》频道,今天是2020年9月2日第134集,我们今天的题材是《香港电视,苦尽今来》 在对上一条片第133集,我们完美结束了Tesla的专辑。Tesla的股票现在慢慢有回落,原因是今天听到一个消息,原来它配售股份集资多 50亿就来扩充它现在的业务上的需要,所以升到这么高,股价又翻了一点跌下来,其实是很正常的事 当然,讲美股,其实我都预认了效果未必那么好,因为现在香港地,始终还未有很多人能够接受到讲美股的 所以你见到受欢迎程度是远低于我们的预期的,那跌了多少呢? 在这一幅图里面,你可以见到观看人数是比平时少了45%的 但是没问题的,我会继续努力的 也有些朋友很支持我继续讲讲股的 他说会帮我卡两次,帮我卡三次,帮我看多几次这条片 在这里我真的要很充心地多谢这些朋友的帮忙了 另外,其实我都已经是加了一些新功能上去的了 有没有发觉最近这两三条片都会有一个字幕的功能? 因为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一件事的 当然,有些发了片出来之后,公布了出来之后 那个字幕就不是整条片都有的,只有一半有的 另外,那后半段,我是要慢慢有时间才打字上去 其实这件事是很花功夫的,要一路听,一路打字 那就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希望各位体谅一下,我是给了很多心机去做这一件事 希望大家是多多支持的 在这里,请大家继续帮我按一按广告 如果可以订阅多些的话,那就更加是多谢你们了 另外,按一按个零星,我的信息就很快会被你们收到的了 当然不少得的,希望你们就可以分享我这条片给你的朋友 并且在看完这条片之后,如果可以给个like的话,那就最好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材都是回来香港 都是要拿回人气才行的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HKTV Mall,王维基的公司 这间公司我的题材就是,他终于都苦尽今来了 事实上也是,他熬了很久了 终于熬到今年的上半年,终于都有出头日了 就是开始有盈利了,他都是属于屡败屡战的 这个人的战斗力是极之樊强的 也很多时候把一些没可能的事变成有可能的事 这次他的成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非常劲力,非常有脑的 当然有一件事你要记住,就是如果你爱上你的敌人的话 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 因为你的敌人给了你很多鼓励,给了你很多的力量 令到你可以在绝地翻身的 我也希望我这些片子,虽然没有什么人会欣赏美股 但只要我肯努力的话,坚持下去,应该都会有好结果的 希望大家继续给面子 说起我们这个香港电视的话 就不可以不提他的大股东,王维基 他经常都说,要把一些没可能的事变成有可能 那这些人其实就很有脑的,也都很醒目的 那我们可以看回之前的香港电视的历史 譬如这个王维基,他原来17岁已经开始创业了 开的第一间补习社,听说帮他赚到第一桶的金 那他就很厉害了 另外在90年代的时候,他长途拔舍 由加拿大回来香港,挑战这个香港电讯 把IDD颠覆过来了 那是一件好事来的 我都说过以前打IDD,在香港打过去加拿大好 加拿大打过来香港好,成六元一分钟的 大佬,真是拿命的 那现在可以很便宜 那当然现在的科技进步到IDD 其实都不需要怎么打的了 也都不需要怎么花费的了 那当然了,王维基在2009年 他就相信就是离开了这个电讯行业 那决定就创立一种新的模式 就是想进归这个电视业 但是不是很成功的 那不成功的情况之下,他又再转型 那转型就变成了一个网购了 好了,这个网购其实都熬了很多年了 前前后后熬了五年,终于露出楚光了 这个楚光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他会拥有以下这种特性的 第一,自动自觉 相信他肯定有 第二,对工作有热成 这件事少一点的话都会失败的 那交際的手腕强劲 那我相信他做这件事是绝对没问题的 永不言败,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有一个很创意的思维 要让别人有竞争力 那王维基一直来都是一组喜欢搅搅镇的人 不安于本分的 所以我相信他的竞争力是没问题的 那当然,像李嘉诚所说的 不努力的话就没可能会发达的 努力是很容易做到的吗?不一定的 所以这个努力是要用推动力去做的 那王维基原本是做这间公司的主席的 后来就自己跟人调一调个位置 就下来做CEO 因为亲力亲为做事才会醒神很多的嘛 王维基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来的 那他往往都可以在最佳的时候 就做出一个最佳的决定的 其实他当年做这个电讯业务 其实做得挺好的 不过他见到前景方面 可能就未必好像想像中那么好 所以就用50亿的价钱 就将他的电讯业务 就卖给这个美国的私务基金 CVC 其实他这样做是对不对 之后其实有人跟他这样做的 比如九仓 也是卖了他的九仓电讯 另外就是和电 也是卖出他的固网电讯业务的 所以就知道 其实王维基是早过人做出这个决定 推出一个比较竞争的市场 当然拿回来的钱 就不是就这样放在那里就算了 他也有另一个挑战的 他当时应该就是看到 香港电视就是这个TVB 看到他挺好找的 是不是呢 又可以拍剧 我相信他就觉得这个行业是有得做的 所以他就将卖出他的资产 套远回来的50亿 就将20亿 就拿来分给股东 我听说他自己大概分到4亿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数字 会不会少了些呢 不过不要紧 起码他这4亿 应该是够他吃过小的了 加上他自己本身也是有钱的 所以呢 所以剩下来的30亿 他就拿来当一个玩的性质 相信一下 希望再创一个高峰 这个高峰能不能创到呢 最初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他想发展这个电视业务 拍剧赚钱 其实这条路一点都不容易走的 包括竞争对手的攻击 或者政府的政策方面 都不是很支持他的 那么他呢 都是要一步一步呢 很艰难地走出来的 那么最后呢 竟然跑去做网购 又被他杀出一条血路 做得很好 讲开这个网购的生意呢 其实就不容易做的 不过呢 被王维基捱下捱下呢 终于都捱出个新天地出来 那这件事叫好事来的 看回这个HKTV Mall 公司的盈利摘要呢 你可以看回5年前 比如2015年呢 其实他虚得最多钱的 那当然啦 那些呢 应该就是一些撇像来的 因为他原先呢 就打算做电视那边的 就是拍剧集啦 但是后来呢 发觉已经不可以再坚持下去了 如果不是说呢 烧银子呢 都会烧死他的 那么最终呢 他撇了仗之后呢 就轻身再上阵 就换过另一个业务 就是做网购啦 但是网购呢 令到他的公司呢 要不断地去去 注资啦 建立他那个 输送的那个 系统啦 所以呢 其实年年都虚钱的 包括2016年呢 就虚了2亿5千多万啦 那么2017年就好些啦 2018年就再好些 但是2019年呢 又再差了下去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里呢 我们就不细讲了 只不过呢 我们知道呢 他呢 虚了这么多年呢 是终于今年呢 上半年就赚到超过1亿 那这件事呢 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你说 咦 那账面值呢 那每一股值多少钱呢 那现在的股价呢 就升得很厉害的 那一会儿有机会 我们再说下去啦 但是呢 其实他每股的资产净值呢 就不多的 那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 大概呢 去到2019年底的话呢 每一股的资产净值呢 大概是1.7 或者1.7元左右而已 就不算太多的 那说 那么多年都损钱 那当然是不要期望呢 会有息派啦 但是来近这一年呢 如果下半年 2020年下半年都做得好的话呢 相信有机会会派息喔 但是这个派息呢 如果跟现在的股价比较呢 大家也都不要期望太高 但是 如果真的有息派的话呢 代表这间公司的现金楼呢 已经是可以支付呢 除了日常的运作之外呢 还可以有多少钱呢 是可以回贵给这个股东的 那你说是什么好事呢 当然是一件好事啦 其实这间公司熬了这么久呢 可以苦尽这么久呢 除了王维基得益之外呢 其他的股东 小股东呢 都应该可以分享这个成果的 那这个成果呢 正正呢 就会在股价里面呢 就反映出来了 那你现在看到 最新的股价呢 就是大概呢 就是12.9了 就创了三年的新高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时来运动的 如果在今年 不是有这个疫情发生的话呢 都不会将人的消费模式呢 是改变了 所以从这个offline 就变成online那里做的 那当然啦 这一个层次呢 会不会持续呢 这个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但是现在看股价不要紧 已经是令到大家股东呢 是非常之舒服的了 如果你手头上 有拿着这只股票 是没放过的话呢 我真的要很恭喜你了 但是呢 有点要看的 暂时来说呢 还没出到个市盈率的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市盈率呢 应该大概都要成五十倍的了 预计下半年呢 就算赚钱呢 都可能和上半年呢 是差无几的而已 那啊 派息方面就不会有的啦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看市值呢 很厉害了 现在已经超过一百亿了 就是说呢 这五年的艰辛呢 令到黄维基的身家呢 也都会是上涨了的 那这一件事当然是好事啦 你的努力是没有白费到的嘛 兼且呢 如果讲一下股价升幅呢 在这个月里面呢 相信大家都会看到笑呵呵的 原因呢 在一个月里面呢 由7元就升到上12个多 那那个升的幅度呢 是超过67% 是不是值得慶祝呢 但如果呢 你说我已经拿到很长时间的 那我就更加要恭喜你了 因为呢 52周的新高和新低呢 争它是很厉害的 比如说52周的新低呢 就是在做2.73而已 但是最高的时候 你现在看到啦 12个多 是不是呢 所以呢 是赚了好几倍的了 所以呢 又不一定要买外国的股票的 香港 本地僵呢 都有一些切切实实的 好股票的 这一只可能就是其中一只了 但是呢 要捱过这一关呢 其实一点都不容易的 等五年喔 哪一个可以有这么大的 内力可以等到呢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一个小股东 由头拿到尾的话呢 这一场仗呢 抵你赢 抵你赚钱的 因为呢 你花了五年时间 去等这一只股翻新呢 一点都不容易的 值得一赚 在这里呢 是要再一次呢 是多谢大家呢 是继续支持这个 不倒翁的频道的 那我呢 已经是尽量呢 将这个制片的质素呢 就是改善的了 譬如呢 现在最近呢 就是加了一些的字幕上去啦 也都加了一些资讯的频道啦 譬如你看一看的时候呢 可以按一按键呢 就可以去到另一条片啦 这样 我也是加快了出片的速度的 因为你现在看到我呢 基本上呢 就是每天呢 都可以出一条片的 那这一样东西呢 已经是尽了我最大的能力去做的啦 希望大家呢 继续给面 去支持我这个频道 多谢各位